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日本精彩的漫改电影《全社》 将说的是一个人类被外形人改造的事情 话说,日本有这么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大叔,全物 今年他已经快要60岁,却还在为赚钱拼搏 这一天,全物花费了大半生的积蓄才贷款买到一间房子 本应该让全家人都感到高兴才对 可是家里人对这样的屋子抱怨不断 又是嫌弃屋子小,又是嫌弃采光不好 对全物耗费一生才买到的房,没有感激之情 可想,全物在家中的卑微地位,不过他早已习惯了如此 简单收拾之后,全物独自一个人坐在屋边 吃着廉价的壽司,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全物正和他的名字带着犬一样,生活的和一条犬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年纪比较大,在工作上总是出错 遭到了上司的针对 下班回家遇到流氓抢劫,他转身打算逃走 却不强地遇到了女儿 女儿直言告诉他 他也没有指望全物是一个了不起的老爹 女儿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伺通着作为父亲的心 明明是家里的顶梁柱,却孤独地一个人活着 这天晚上,一只小狗意外地出现在他家门口 和全物一样,他们都是被丢弃的人 全物瞒着妻子,私自地收留了这条狗 妻子提醒他要在第二天记得去医院抚查 没成想,检查出了大问题 医生告诉他,已经到达了癌症晚期 要求他打电话通知自己的家人 可是,儿子正在学校被恶霸勒索,没有接到电话 妻子由于上班,也错过了电话 女儿索性直接就挂掉了电话 等到晚上,大家都回到家 全物证打算要受癌症的事情 女儿却抱怨他,不要和他的衣服一块洗 妻子警告他,把小狗扔出去 一向比较自闭的儿子转身走向了自己的屋里 似乎大家都不在意犬物的拳法 明明是就要死的人,还要拉着最后的亲爱之物丢掉 可怜的一个小人物 和犬物一样,无助,孤独的小人物,狮子神号 两个人在公园的角落巧遇 更为巧的是,天空出现了一道白光 静止地砸向了他们 之后,来到了第二天清晨 一觉醒来的犬物以为这是一场梦 由于不舍得小狗,所以又给拉回了家里 消失了整整一个晚上 妻子都没有打电话寻找 我都在想他们是不是假夫妻 犬物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只是感觉口很渴 喝了一碗味增汤之后 匆匆回到了自己房间 突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冒起了蒸汽 身体出现了隐藏的超级武器 手臂将刚才的味增汤喷了出去 原来,昨晚一艘宇宙飞船不小心撞击了他们 出于抱歉 外星人用高科技将他们复活 思维是原来的自己,身体变成了机械 不过,犬物接受新鲜思维比较慢 另外的神浩就不一样了 怕先是找到自己的好友安藤 向好友展示了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只需要集中精神,就可以隔空射杀小鸟 旁边的安藤一脸惊讶 身为年轻的一代,神浩很快开发身体 在车库运用超能力控制被锁住的车辆 身体上安装的所有武器都得到运用 有了这么强大的身体 神浩带着好友安藤重新回到了学校 因为之前遭到恶霸的欺负 好友才经常逃学 现在,他依靠着强大的力量教训了恶霸 在打算要开枪射杀恶霸时 安藤出手阻止了他 神浩平常总是一副扑克脸 闷闷不乐的样子 他的父母在多年前离婚 神浩现在和妈妈在一起生活 靠着妈妈打工和父亲的赡养费生活 有时候也会去父亲家里做客 父亲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他也有了同夫异母的兄妹 不过他还是羡慕圆满一家人的生活 这一天 他硬邀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做客 弟弟妹妹对他都十分热情 这也看得出来 神浩本性是善良的 离别时 神浩举起手指指向了父亲 犹豫需久之后 他还是无法下手 然后转身离开了父亲的家 但是 他心中的不满并没有因此消除 凭借着强大的听力系统 神浩听到一个温馨小家的谈话 瞬间让他的嫉妒心油染而生 闯进路人的家里 狠心的将他们杀害 碰巧的是 犬巫也路过这里 听到里面的求救声之后赶来救援 被神浩当作路人一枪打倒后离开 神浩他并不知道 犬巫也被改造 与神浩不同的是 犬巫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他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救活了被犬巫打伤的小鸟 跑进医院拯救了差点死去的小男孩 就是这么一个老实善良的人 在公司总是受到排挤 在家里也不被待见 当他把公司要辞掉的事告诉家人 女儿不仅没有体谅他 反而抱怨犬巫什么用也没有 发誓长大以后不要成为父亲这样的人 犬巫没有生气 也没有抱怨 只有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生活的重压并没有让他产生极端 反而成为了一个别人认为的废物 另一边的神浩 他的人生才重新开始 从银行盗取了大量小钱钱 用超能力将母亲的绝症治好 他现在自命为人类的神 并打算重新让人类认识世界 旁边的安藤对朋友的这种疯狂行为感到害怕 之前还是一个闷不作声的乖乖男 现如今怎么成了一个冷血杀手 作为他的好友 他必须制止神好的无理智行为 晚上坐在公园 祈求神能够来帮助他 果然神回答了他 派遣了犬物来帮助他 但是拥有同样的身体构造 同样的超能力 犬物却始终无法将其开发 神浩用一天时间学会隔空射击 犬物用了很久都不见效果 实力间的差距就是如此明显 不过他们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犬物和神浩的身体能源来自于水 运用超能力一段时间就必须要补充水分 水源必须是纯净水 不能含有杂质 如果喝到盐水 就会像犬物喝到微增汤一样 全身冒热气 这天神浩陪着妈妈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被一群黑衣人包围了起来 神浩杀人的事情被机密部队发现 尽管拍了很多的精英 但神浩的能力让他们大开眼界 他的逃跑并没有让事情结束 反而让事情进一步恶化 媒体对神浩大肆报道 一时间全国都知道他是杀人凶手 由于没有抓到他 网民开始把他的妈妈牵扯进来 妈妈对此毫不知情 却遭到了所有人的谩骂 一群不了解事情原为真相的人 仅仅凭借媒体的一面之词 就将矛头指向了无辜的妈妈 关键问题是 他们并没有对此有什么有意义的帮助 就好像一个看戏者一样 隔着屏幕随心所欲 尽情地将自己的不满 发泄到无辜人的身上 可能带节奏的人 就是一个不上班坑老的废宅 以一种看戏的方式 谩骂别人让自己很开心 看着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给自己点赞 转发支持 瞬间感觉自己原来这么有存在感 其实你不过是一个键盘侠 而且还是一个脏乱的废宅 作为普通人 是无法惩治这种渣渣的 但是他们惹到的是拥有神力的神浩 而且是一个爱妈妈 比爱自己更多的人 神浩通过电子网络 无差别的杀掉了很多人 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网上随意妈妈的看客 仅仅在一瞬间 而是六位看客被解决 妈妈和安腾一直以来 都是神浩的心灵寄托 现在的状况 他没有办法找到妈妈 安腾可是劝他从善 他只能找到喜欢他的女同学 杜鞭 杜鞭知道神浩是杀人凶手 还是没有离开过神浩 可以说 杜鞭是神浩现在唯一的仅存的一件东西 一旦失去 一无所有的他 说不定会多疯狂 第二天早上 军队发现了神浩的位置 在一场混战中 杜鞭不幸中枪牺牲 这件事情让他彻底黑化 神浩将所有的手机电脑 任何带有视频功能的设备连接 通过屏幕随意杀害无辜的人群 一时间东京陷入了大混乱 为了阻止好友越陷越深 安腾通过犬物的超能力 连接屏幕告诉大家 只要关闭手机电脑设备 就会免遭伤害 神浩用导弹摧毁了大部分的大显视频 犬物女儿所在的大楼也被炸毁 犬物出现在神浩的面前 试图劝说神浩回头 奈何 犬物实在是太菜了 没过几招 他被打得到处逃窜 可是就在神浩打算补充水源时 被犬物掉了包 换成含有盐分的水 紧正是引神浩跑到了外太空 耗尽了他的能源 一番轰炸过后 神浩掉落到地面 犬物找到了已经被砸死的女儿 通过超能力将其复活 女儿醒来后 哭着抱紧了犬物 他第一次意识到 父亲是他永远的保护伞 还没等他们更进一步煽情 神浩再一次出现 明明是反派人物 为什么生命力这么顽强 犬物这主角毫无存在感 唯一能够让犬物这主角 拿出手的可能就是主角光环 同样的身体 同样的构造 犬物一拳打碎了神浩的右臂 他自己的却没有任何事情 最终 再次复活了自己的女儿 这件事情之后 媒体宣称神浩已经被杀 社会再次恢复到平静 犬物的家中 妻子和儿子照旧像以前一样 女儿的心里 开始崇拜自己的父亲 而主角神浩 他怎么会死 拖着残破的身体 他出现在好友安藤的家里 带着刚刚买到的漫画书 来送给安藤 对之前安藤对抗他的事情 毫不在意 因为他知道 好友是在帮助他 而且神浩这一生只有妈妈和好友能让他牵挂 电影的结尾 神浩消失 故事也告一段落 总的来说 本片创意十足 演员的演技精湛 特效部分也算是精彩 看得很过瘾 很适合科幻迷人群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啊 啊